我覺得這個談判要分三個階段 一個叫停火 那第二個叫撤軍 停火可能會有一個 和平協議出來啦 可是不等於撤軍喔 他是有兩個的 不等的階段 撤軍之後還有解除制裁 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俄烏戰爭 我認為要解除制裁恐怕是遙遙無期 好 戰火持續延燒 現在呢也越燒到這個 接近北約的邊境 北約領導人星期四 也就是在明天呢 就要在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 舉行臨時的峰會 美國總統拜登也將會出席 拜登會參加北約峰會 還有歐盟的領袖會議 預料會討論新一波 對俄羅斯的制裁方案 那麼衛報就報導說呢 在峰會之後呢 拜登25號還要去波蘭 和波蘭總統討論 如何支持烏克蘭 不過拜登會不會去烏克蘭呢 答案當然是不會 目前得到這個白宮的發言人的回應 是這樣子的 來 先請大使 幫我們這個解析一下 拜登說不會去烏克蘭 原因是什麼 第二個 這一次北約 還有包括歐盟 最主要他們會討論出什麼 制裁的新方案 我想重點就很清楚不在烏克蘭嘛 我想現在大概美方跟這個 折倫斯基的溝通 應該是非常密集的 那麼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折倫斯基跟美方的配合度也是非常夠的 所以重點不在烏克蘭 重點在北約 因為北約一直沒有搞定 尤其在制裁的方案上 那麼內部也有很多爭議 北約現在也分兩派 有的是譬如說波羅地埔海 還有這些上十前日去烏克蘭 抗倫斯基的三國 他們是有比較強的感覺的 那有些國家像尤其德國 德國到現在他們還基本上 不願意進俄羅斯的這個能源 那還有其他國家 那麼對俄羅斯能源這個 依賴比較重 所以就是說美國作為西方盟主 他下的這個制裁令 現在執行率不夠高 那麼如果說沒有一個整合的話 沒有一個面對面的一種 精神訓話的話 或者說進一步 有拿出更有效的手段的話 那麼這一個對俄羅斯的 目前的這個經濟制裁 那麼可能會有出現很多漏洞 因為我昨天才看到一個消息 就是說也蠻震撼的 就是說到目前為止 俄羅斯經過烏克蘭 輸送到歐洲的瓦斯館 目前還是通的 而且照樣俄羅斯還在付錢 給這個烏克蘭 這不是說要制裁嗎 對 而且烏克蘭的這個瓦斯公司的總經濟 都還說我們會確保這場這個 這個運送保持它暢通 是的 所以這個就表示說 其實在整個這個西方的大外宣的架構之下 其實這個實體裡面有很多很多 美國不禁讓能夠讓美國滿意的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拜登去的話 可能主要的重點還是在北約 怎麼樣再進一步協調 還協調一致 那麼可是最大的問題就變成 美國如果是希望這場戰爭 能夠讓烏克蘭撐得越久打得更長的話 那是不是符合北約 目前這些國家的長久的利益 或者甚至短期利益都有 因為你現在已經350萬難民 然後這個 這個能源供應的不確定性 然後這個歐洲本身歐盟 那麼北約內部產生了很多不同的意見 這些都是對歐盟跟北約這樣子的組織來講 也是極具傷害性的 那很可能這場戰爭沒有辦法 把這些兩個龐大的國際組織 團結在一起 反而讓這兩個龐大的國際組織 產生了比較無法彌補的裂痕 所以這也是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拜登他自己 他們看到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御駕輕聲 我覺得目標是跟歐洲的這個大西洋 大西洋那個聯盟能不能夠好 不要說能夠更進一步 能夠完好無處 我覺得就已經很不錯了 委員你覺得 斯林斯基會不會很希望拜登 就像之前的三個國家的領導一樣 能夠進到烏克蘭 沒有用嗎 去了也沒用 沒有用 因為拜登如果去就是要促談了 否則不會去 因為他現在還沒有要促談的意思 其實比較值得觀察是 他去波蘭要幹什麼 因為波蘭有兩個議題 一個是難民 那難民美國當然就會提供一些經費 這應該是必然的 另外是戰鬥機 戰鬥機你要怎麼處理 武器 因為波蘭跟保加利亞 匈牙利 他們總共有70架惡龜的戰鬥機 那美國是不是要在這裡做最後一把協助 不然你去波蘭要幹什麼 因為賀錦麗難民也去過了 那如果你只要去那邊做一個人道的呼籲 其實對 對烏克蘭沒有什麼很大的幫助 烏克蘭現在真的需要的是 比較像樣的武器 不是只有巷戰用 那 今天已經傳出一個訊息了 就是歐盟 對人員制裁這個部分 基本上已經反對了 因為事實上德國還不算最嚴重 德國我看了一下比率 歐盟平均是41 德國是49 有8個國家是100% 比如說拉脫維亞 愛沙尼亞都是100% 只有立陶宛不是 所以立陶宛為什麼可以稍微強硬一點 立陶宛也有43 那其他前蘭斯拉夫那些共和國全部都是 都是100% 所以你叫他們怎麼辦 所以歐盟是做不出這種決議的 所以我坦白說就是 拜登去北約 希望能夠進行下一波的制裁 天然氣是沒有辦法說的 他可能有辦法去說一點就是 所謂的俄羅斯的原油出口這個部分 不過講到制裁 這個我進一步請教委員 就是說現在俄羅斯也傳出說他們 打算退出WTO這樣的消息 您怎麼看 我覺得是因為目前他所被制裁的項目 坦白講嚴格 都已經違反WTO了 那WTO現在的那個 訴訟的機制基本上也停擺 所以WTO對他的價值已經沒有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談判要分三個階段 一個叫停火 第二個叫撤軍 停火可能會有一個和平協議出來 可是不等於撤軍 對 他是有兩個不同的階段 撤軍之後還有解除制裁 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俄烏戰爭 我認為要解除制裁恐怕是遙遙無期 現在也看到這場戰爭讓美俄關係越來越糟 美國總統拜登在17號他說普丁是戰犯 那這句話已經引發了軒然大波 而且效應持續擴大當中 俄羅斯外交部就召進了美國駐俄大使蘇利文 表示說拜登這句話將會讓美俄雙邊關係 推向破裂的邊緣 他是用破裂來形容 俄羅斯並且警告說 美國對俄羅斯做出的敵意行動 都會遭遇堅決而且果斷的回應 好 如果美方真的對美俄關係 這個進一步的惡化 如果是視若無睹 甚至是覺得沒有關係 是肆無忌憚的話 接下來的影響性 所長您的觀察 我想為什麼俄國那麼就是在意 在於說如果說他是一個 確定說他是一個戰犯 假設 就是你在烏克蘭裡面犯了一些 就是無差別殺傷的等等 那這樣扣上去以後 普丁他可能就會面臨像南斯拉夫的前領導人 那個米洛塞維奇的命運 可能要被國際反應等等 如果說俄國不幸的發生內亂等等 普丁失事了 他這個關上去 他可能就會有這個風險 第二個就是說 他就是一再強調要使用 這個要使用什麼戰術核武等等的 像我們說 這個機率不大 其實除了從地理上來講 你從東歐的那個 就是一些氣候條件來看 俄國使用這個核武對他來講是非常不利的 因為歐洲是一個就是類似溫帶大陸型氣候 他就長年就是西風 如果你在烏克蘭這裡使用核武 你落成就會飄到俄國去 會東飄 對 所以說我們為什麼說機率不大 原因是說這些事實會讓他就變成一個恫嚇 那如果排除核武就是生物戰績 因為難控制 所以可能也不會有消去法 剩下是化武 可能是說在局部機率中 可是用了又落實這個戰犯 這是環環相扣的 就坐實了 這是一個戰犯 所以我想就是 美國現在是老神在在 因為剛才就是像大使委員講的那個天然氣問題 美國在2013年說了一個事情 我們的能源已經獨立 我們能源獨立 達成我們美國的目標了 不受影響 對 我們就是從此不用再進口能源了 我們醃油 醃油 醃油器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國際政治都開始轉變 美國可以把石油變成工具 懲罰 當時2014年的入侵克里米亞俄羅斯 讓他經濟繼續下跌 當年就是盧布跌了50% 俄國的那個GDP掉了40% 這是這次烏克蘭戰爭的原因 然後普丁2024年又要再競選 第五任總統 雖然說他去年 前年他在國會大選贏了 可是他需要一場就是說 政治上的勝利 才會重回他在2014年 拿下克里米亞的那個榮光 讓國內支持度突破8成 這是內需 還有剛剛講地緣戰略上面 回到這個戰犯問題 那當然他就會很在意 可是最後取決於普丁 會不會就是真的後來控制不小 不了就是黃金手指又把 化五人的開關按下去 我們當然希望不要出現這種 人道的慘劇 不過現在這場角力它持續中 那也在觀察了一個重點就是 在中東的以色列是不是也沒有辦法倖免呢 Zelensky在前幾天 他是向以色列的國會先呼籲說 認為以色列一直對俄烏戰爭 採取審慎中立的政策 但現在應該要做出改變 提供先進的飛彈防禦系統 展現對烏克蘭的堅定支持 Zelensky對以色列喊話 希望能夠支持 然後又說願意跟普丁在耶路撒冷來會面 那麼把以色列拉進來的盤算是什麼 大使可以簡單的告訴我 其實我覺得以色列 我客觀講 以色列能扮演的角色是相當小的 這個你必須要有 要是一個本身實力很強的國家 而不是說你是不是公正或不公正 你今天如果說你在歐洲你只要得法 對不對 你在亞洲你指定是中國大陸 那要不然你指定美國 那這些國家有它的強大的實力 它出來就是調停的人的話 它就有這個 這個調停是要有實力的 對 而且我記得之前委員也提過 聯合國五常 然後現在加上德國 然後再加上歐盟 還有這個土耳其也被點到 那現在是還在加個以色列嗎 其實以色列算是域外的 那我個人是猜就是說 因為哲倫斯基他是犹太人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原因 那他可能對國際政治不太了解 他認為以色列就是可以影響美國 其實這個跟實際看什麼問題 那問題我就覺得 這個其實真的是出來做調停的話 真的是法德是很有分量的 可是法德現在看起來 也希望拉中國大陸 可是中國大陸看起來 也提出很多問題 因為大陸可能看出來的問題 是在美國 你如果沒有這幾個大國之間 這個達成一致的一些基本的共識的話 那你要國際來調停現在是滿難的 因為現在我認為已經分兩派了 一派是調停派 一派是不調停派 不調停派就是美國跟英國嘛 基本上是沒有鬆過口的 就說我要出來調停 那鬆口的而且有實際動作的 大概就是引發中部大陸 還有土耳其 對 土耳其我不認為 俄羅斯會認為是一個可信賴的調停者 那就是說 那以色列 我不曉得他為什麼會不會交到這個局裡面 不過我覺得 以色列和俄羅斯也不會信任 對 不會 就長期都是美國的地盤 以色列可以叫美國怎麼樣嗎 沒有辦法 對嘛 所以好 那接下來就要看這個 這場所謂的調停到底要怎麼進行 我們自己也提到過了 武昌再加上幾個我們剛剛提到的國家 是不是有機會能夠來止住戰事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差點 是 我們先到過了 我們先到過了 拍攝 那當然 不信用